五报大头条要带您关心到云林在今天凌晨传出了夺命火警 事情发生在斗南镇北新路的一处租屋处遭人为纵火 造成两死一伤 纵火者疑似是租屋者这杜姓男子的儿子 他疑似不满拿着继母掌控财物不给钱 双方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进而纵火 而当时的画面也曝光了 你可以看到在凌晨3点12分的时候 疑似是纵火犯就开车逃跑 两分钟之后他的继母赶紧冲出来不停的喊救命 接着再过了三分钟 整个民宅就窜出了火光 而这起火警造成了一名21岁的继妹不至身亡 还有他这个4岁的亲弟弟也是丧命 他的父亲则是命违 纵火嫌犯逃离现场 现场还在这个旁边来汽车逃逸 最后在早上的8点40分落网 警方正在厘清案情当中 云林斗南民宅暗夜恶火 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鬼鬼碎碎 从门前跑出后随即驾车离开 过不到一分钟时间屋内开始冒出浓烟 一名邻居发现后冲出呼救 接着屋内开始窜出火蛇 消防人员获报抵达现场 但目照建筑毅然火势猛烈 已经烧到焦黑 火警也造成屋内一家屋口中 五十六岁杜姓男屋主 二十一岁 无姓女子以及屋内四岁 刘姓男童三人殴卡 送医后男屋主恢复呼吸心跳 但另外两人仍宣告不致 附近邻居表示屋内四十五岁 流姓女子跟五十六岁杜姓男屋主 是同居关心 十四号晚间曾听见争吵声 怀疑屋主跟前妻生的三十三岁 杜姓儿子疑似借钱不成 心生不满作火吗 运营现场张立善跟消防局长 也斗场关心案情 火警造成一家五口两死一命为 最小死者更仅有四岁 但起火原因是否为人为作火念火 仍在警消进一步调查 这方中陈蔡正顺SNG小组 与您报道 twenties吧 那里不能来说 那里不能来说 阶段关心 you 如果能来说